如根福道家也不例外 如是道根真的是一个 这一个什么就是孝 中国文化用一个字来说 孝文化 全世界没有的 那个孝字是什么 孝字就表示 宇宙人生跟自己是一体 文字是符号 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 你看笑这个字 上面是老字 下面是字 合起来 上一代跟下一代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是一体 他实际上你会议 你懂得这个字的意思 过去未来现在是一体 恒定设方世界是一体 佛法里面讲 数穷三纪 恒定设方是一个 自己 随人欲人 他要亲爱 这个人害我 无辱 陷害我 那我对他怎么样 我对他爱他了 为什么 他迷惑不知道我们是一体 我知道他跟我是一体 那我能去恨他吗 我能去报复他吗 错了 错的太离谱了 舌头跟牙齿是一体 牙齿摇了舌头吗 舌头恨不恨他 舌头要不要抱向牙齿 抱负 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 所以就跟迷不一样 那释迦摩尼佛修人入行 被格力王给接身体 于是这是多么大的侮辱 这是多么痛苦这样的事情 伤害 那人入行人 有没有去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冤家呢 没有 一丝毫 怨恨都没有 而且还告诉他 将来我成佛 第一个度 这仙人说话算话了 以后他成佛了 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个郭立王是谁 就是乔臣如孙真 佛教化的学生当中 第一个成就的 振阿罗汉国的乔臣如 就是当年的格力王 没有一点运恨 为什么呢 一体 比一家人还要轻 吴云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爱心 这个爱心是从这里出来的 是从真心里面 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不是从他那里学的 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这个总的要知道 这个总的要知道 还要轻易养除你 適抗